第二实体如右图所示的四根铁管材质及管径粗细皆相同 但长度为甲大于乙大于丙大于丁 若用锤齿敲打时下列哪一种情形所发出的音调最高 题目里面有用四盒三盒跟两盒及一盒的频率去敲铁管 这个不会影响他的发声的频率 我们东西有他自己的固有频率 老师上课取的例子叫做 钢琴敲一声是兜 敲两声是兜兜 敲三声是兜兜兜 但是他不会改变他的频率 所以他跟他的一盒两盒三盒四盒是无关的 而我们看到敲铁所发的声音 同样材质越轻薄短小紧 由老师教越轻薄短小紧细所发出的音调越高 这是老师上课强调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钉是最短的 所以他所发出的频率会最高 因此第二实体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种情形所发出的音调最高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以一鹤的频率敲击钉铁管